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人群社会只有一个人不能存佛 和我们关系亲密者很多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是指向对司马牛说的 君子仲在志同道合的朋友 若朋友志同道合 就可以如兄弟 曾子曰君子以文废友 君子有二说 一就在朝在野 就地位而说 这一章是就求学 不求学者而说的 士都可说是君子 为什么 因为士人无恒产 而有恒心 若农工商 则无恒产 而无恒心 恒心则就是志于道 责善固执的意思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义 义就是恒 无恒心不足以读书 所以这章的金子 就是指求学求道的人 以文废友 大家见面集合 都是为研究学问 文则孔安国说 以文德和也 刘元璐说 李越法度行政刚记之文 研究的都是 与社会有关职 对社会有关系的方面 孔子曾说 群聚中日 言不及议 好行小会 难以灾 又说 宝石中日 无所用心 好行小会者 与国家社会 民生没有好处 今日的纯文学 为圣贤所不许 因为古来 文以载道的缘故 古代的小说 都含有道 有因果报应 真要世界安定 除了孔子之道 其他世间 学说不能达到 《观礼运》一篇 说的就是大功无师 以有辅人 以有辅人 孔子学说提倡人 佛家则讲慈悲 朋友乃彼此帮忙 将人成就起来 无有则孤肉寡闻 所以君子要入读古人书 出教天下事 然后知道自己的所学 或长或短 若不认识对方 说长说短都不对 福 福则 这个福 福导这个福 甲约福 此约车 车辅相依 存此相依 这个车啊 又此轮 所以这个车 跟这个车的此轮啊 互相依靠 那么 唇齿相依 嘴唇跟牙齿 也是互相依靠 看左转 公知旗的比喻 就可以知道 这个都是 相依 互为依言 互相依靠 在佛门里面讲 依重靠重 以朋友会合 彼此交换知识 所谓无有不如己责 必得要问 所交往的朋友 可以辅人吗 不能感化于他 他就受他 欣然 如此 就不要交往 入知难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与之话语 入鲍鱼之事 久而不闻其错 也是与之话语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尽诸则刺 尽莫则黑 那么交友 交义友 不能交损友 这个 交对我们有帮助 有利益的朋友 跟他志同道合 不能交那个 不好的朋友 交好的朋友 会受他影响 交不好的朋友 也会受他影响 交好的朋友 往好的方面 去发展 交到不好的朋友 那就往不好的方面 去发展 所以朋友的关系 甚大 吾有一个心愿 写入老人讲 他有一个心愿 愿与同仁讲 谜陀经一次 分十二分 说经文的用意 整个贯穿起来 古人没有说到的 其实经文早就摆着了 无引出经论来证明 这是写入老人 在世的时候 那么他有这么一个心愿 那么要讲 弥陀经 讲一次 讲这个古人 没有说到的 那么他会 引用经论来证明 弥陀经文是 三根 普 辈 无讲的内容 不能与下根 指说 如业的一字 主师等 也不敢说 说了就不能 三根 普辈 无只是讲述 经文的 主知法 而已 正 为细致 方知 经文 这个要正的 为细 的智慧 才能 知道 经文 又如 池中莲花 言 唯妙相解 那么这个都是 弥陀经的 经文 这句并非 只是赞叹 莲花而已 包括 三货 仕途 都有 文字 圣妙 所以这个 弥陀经 实在讲 我们 看了 好像懂 实在讲 我们 是不懂 所以 写入老人 那么他 当时 他发愿 讲这个 弥陀经 讲古人 没有讲到的 好 那么 这个 原原篇 24章 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 原原篇 到这里 也是 圆满了 那么 下面 就是 我们 接着要 学习的 就是 指路篇 好 那么 今天 我们就 学习到 这个地方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